当播足球快讯 2021年5月24日 车仔或因频发冲突被扣分 据英国媒体每日镜报透露 车路士和李斯特成因两对的冲突 遭到指控 其中车路士甚至可能被扣分 在车路士2比1击败李斯特成 的比赛尾声阶段 双方的球员和教练组发生大规模冲突 两家球会都遭到指控 必须在下星期二之前做出回应 媒体指出 相较于李斯特成 车路士的记录更为麻烦 这个在他们7年来 第7次因球场纪律问题被指控 2016年车路士就曾因同热刺的冲突 而面临罚分的危险 那次以后他们又被指控两次 但都没有受到惩罚 如果车路士因这次冲突而被扣分 这个将对他们争夺勾冠资格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车路士有67分排名应超第三位 只是领先身后的利物浦 和李斯特成一分 我们是安播足球快讯 多谢你的赞同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精彩赛事尽在M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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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